反對復考TSA 還鞋子一個快樂童年 還鞋子一個快樂童年 跨黨派立法會議員連同隔壁聯盟 聯署促請政府暫停小三BCA 現在教育界和立法會議員跨黨派地 不是全面取消所有的TSA 或者改名叫BCA 而是小三這裏 在中間這裏 是真是令小朋友吃不燒 所有家長都知道 我贊成這次先擱置BCA這個考試 先做一個全面諮詢 之後再考慮是否應該不記名 或者是抽籤方式來做考試 這次聯署發起人 立法會議員葉建元就說 現時會不會復考BCA 政府仍然未有定案 但期望政府重新進行檢討 盜絕任何操練誘因 用不記校不記名抽籤 這些是民間近期提過的一些方法 我相信這麼多個當中 譬如筆記校是重要的 筆記名其實更加清楚了 抽籤也有很多朋友在說 甚至乎有些朋友在說 不一定是連連考 我想關鍵在於什麼呢 因什麼緣故 TSA帶來操練壓力呢 其實是它帶來一個比較 比較學校之間 比較科目之間的成績等等 這個導致學校和老師 感受到來自上層的壓力 家長聯盟召集人何美儀就批評 TSA扭曲了教學原意 我們看到的其實不單止是操練問題 現在在教育最前線 看到的就是 是考試主導了教學 很多時候在教學內容裡面 都是狹窄到考什麼就是教什麼 過去曾經參與跨黨派聯署 各自BCA的立法會議員田北辰 沒有參與這次聯署 只可以採取其他方式 改善學校之間的比較 BCA一定要繼續 一定要繼續 我們不可以斬腳趾被沙蟲 但繼續的大前提之下 就是考評局得到每間學校的 每個學生的成績 他不可以告訴教育局 他可以直接給學校 每一條題目 學校會知道 他家學校的學生 普遍那條題目得到多少分 但是我要求教評局 不會給他全港那個 田北辰又說 自己曾就BCA和特首會面 認為政府較大機會採取上述的方式 繼續推行BCA LiveTV記者劉麗堯報導